恐怖戀屍屁 女艘百件骨骸满足性欲 房內到處都是屍骨令人看得不寒而栗 但還有更害人的就是跟這些死人骨頭黑秀 瑞典一名由戀屍屁的37歲婦女 日前被警方發現在家中藏了近100件人骨 這些骨頭可拼湊成一個人形 警方指控她還用人骨來從事性行為 從她電腦中不但搜出許多舔頭骨的照片 還有我的戀屍屁和第一次體驗等兩張CD 警方不清楚這些人骨從何而來 也沒有發現女子盜墓的證據 但女子便稱蒐集人骨是做歷史研究用 沒有不法行為 警方表示這樁拿骨骸滿足性欲的案子前所未見 不然前天被控褻瀆使者及非法持有販賣人骨罪名 最高可被判處兩年有期徒刑 動新聞綜合報導 為期別第一次體驗 新品魚 明镜与点点栏目